Lio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達洛提圖人對散高面人 這場比賽是斯坎的納維亞 好 很久沒有來播阿拉伯以外的地圖 最近呢 黑拉打這張圖 非常特別 這是以前世紀帝國2019年的時候 第一季的天梯地圖裡面有的圖 但以前圖的話是 我記得好像森林在更茂密一點吧 我也不太確定 那我記得喔 這個圖那時候我常常排到 那時候還遇到T90之類的玩家 1400分那時候就是非常頂尖了 現在1400分就跟小朋友沒什麼兩樣的感覺 好 那這張圖很久沒有來看到了 那我們就稍微來講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的話 野外呢有這個箭魚群 箭魚群之外還有這個海冰魚群 一樣喔 這個港口要蓋這個位置 這個細節 好 那這個地圖比較特別的是喔 兩邊都有河道 所以有一個打法就是 你先在家裡自家的河道蓋碼頭 然後你等你的木頭穩定之後 再趕快偷渡過去喔 再蓋一個碼頭 至少要在封建時代之前喔 好 趕快去這邊蓋好碼頭 然後封建一號 趕快照這個戰船或這個火燒船喔 直接把對方的魚船給燒爆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細節喔是 你要在海岸實彈就要偷渡過去了 很容易到狼喔 那因為這樣這個地圖 為什麼我會知道很多狼的原因 是因為我常常就是拉一圈然後偷渡過去 然後就被咬死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打的話 那我建議你點下支部技術之後再出門喔 然後 你的翅膀要跟著你的村民一起移動喔 不然這個地圖到處都是狼喔 你看狼跟熊一大堆喔 所以這個地圖有點是我的陰影阿 以前在爬分的時候這張地圖真的是搞我搞了很多次阿 所以我對這個印象非常深刻喔 所以要特別講一下這張地圖的細節 所以這張地圖其實玩馬扎爾的話 就是我們昨天的影片喔 其實蠻適合的 因為馬扎爾的話 他是可以一擊必殺的喔 打死這個熊喔跟狼的 所以在這張地圖去偷鬧別人家的時候 別人家的漁船的時候是有點小小優勢的喔 好 那很可惜喔這場沒有看到馬扎爾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文明的部分吧 好那黑拉這邊選的是達洛匹圖人喔 達洛匹圖人的話 每生個十大可以獲得兩百目喔 再由海圖的地圖來中是非常強大的 基地是阿拉伯也可以多這兩百目的優勢在的關係喔 他的前期撒田會更快一點 還有這個直接下單位喔會均勻喔 都是蠻方便的一個能力喔 那再來就是他的漁船跟漁夫喔 攜帶量是雙倍的喔 15喔 雙倍嗎 我就是雙倍吧 就直接加15的攜帶量非常的多 好 基本上這個能力喔可以跟這個日本有得拚喔 但是如果以漁網的捕魚速度來說的話 還是日本比較強一點喔 因為你到了後期也沒有野魚可以吃了嘛 海洋浩劫 這個沒有海洋資源的時候 單純捕魚速度來說還是日本好上一點點喔 那大洋匹圖的話本身 有海地圖也不算弱喔 算是次選喔 日本接下來就是大洋匹圖的這種感覺 然後在馬來 我覺得現在是這樣分類的喔 那接下來是大洋匹圖喔 有這個均勻科技的減免費用 所以他升到劍兵勇士喔 跟這個騎兵的費用是非常便宜的喔 而且他可以搭配他的金冠喔 這個烏之鋼科技喔 騎兵跟步兵單位喔都有這個 無視敵方的防禦力的一個能力喔 所以大洋匹圖的步兵呢 只要遇到像是 條盾啊或者是鎖之駕西西里騎士啊 或是西西里的這個寶兵喔 這個防禦喔都非常的硬的單位喔 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那接下來講的是 他的工程技製造所的單位喔 木材費用是減33% 那在改版之前我們就有講到 這個很有可能喔 可以讓大洋匹圖 打一個生頭戰術的一個加強版本喔 因為畢竟現在現今版本的生頭戰術喔 是由這個賽爾特人喔 會比較適合一點喔 那大洋匹圖喔 近期的天梯比賽裡面喔 也是喔 已經有看到有一些玩家們喔 在利用大洋匹圖這一條新的能力喔 去做一個強勢的壓制喔 其實效果都還蠻不錯的喔 那接下來他的毛筆喔 跟相公喔 攻速加成也是特別快喔 25%攻速加成 所以大洋匹圖喔 本身也是一個不弱的文明喔 那在這幾次加強之後 也有火炮喔 所以到了後期喔也不會太弱 好這邊果然來抓村民喔 這邊村民有織布 但是還是來不及 怨對方的伺候已經上到封建時代有武功 黑亞這一村已經再劫難逃直接死去 哇這一村抓到很關鍵喔 很賺這個很賺 少一村捕魚喔 這個肉量就會少很多 黑亞這邊魚港蓋得非常好 你看 這兩個地方喔 魚都是在邊邊角角喔 這代表村民去捕魚的時候 這一坨魚吃完之後 會繼續捕這一坨魚欸 哇 結果這邊直接送掉一村喔 除非黑亞還要再拉一村出去捕喔 但我覺得是沒必要啦 畢竟自己都已經進入碼頭了 就直接用碼頭的魚船去捕魚就可以了 好那黑亞的刺頭還在外面換喔 這個沒有要回家的意思啊 那黑亞這邊的P數上的蠻特別喔 是上了一個22P喔 但這個P數通常是不能上到這個 不是22P喔 19P喔 不是18P喔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忘記要算村民的 漁船的人口數了 好那對手DS喔 這邊高明是決定直接蓋碼頭 在黑亞這邊的漁港上 這不是漁港上 河道上 那這樣子的話 黑亞這邊防守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人家是極限上風直接開燒漁船 所以時代升慢了 而且由於他自己的河道是沒有投資碼頭的關係喔 所以他並沒有這個木材上的壓力喔 好但是黑亞這邊贏到封建時代之後 木頭直接飆到300 這就是他升級的強大的能力喔 木頭這麼多的情況下 可以馬上按下很多的火蒙筒喔 甚至魚船或是去對方的河道上面蓋這個碼頭 都沒什麼問題的 好那黑亞這邊是決定出一艘船 要放在家裡嗎 欸沒有直接出來了 那現在數量上是劣勢的喔 這個出去要很小心喔 沒有可能會被搜掉 那現在只有個碼頭在工作 因為沒有黃金喔 黃金才剛開挖而已 那這邊如果是雙碼頭運作的話 建議要補到五到六個人喔 去挖金會比較穩定喔 我推薦是六個人 五個人還是有點太少 那再多一點的話就七個人 因為七個人的話這樣比較好上城堡時代 那現階段五個人應該就差不多了 然後待會喔 再去補下農田喔 這邊要再圍一下嗎 趕快先去補下經濟 OK這邊補到七個人挖金 唉唷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 OK啦這邊很篤定的 就是要先把這個碼頭的 戰船數量先出穩定了 那他可能會補到七個人嗎 我覺得有可能會喔 大概要六到七個人吧 我個人是覺得七個人比較穩定 接下來這邊戰船 沒有升攻擊力的關係 所以射程跟攻擊力 還是有點稍微偏爛了一點 那現在這邊就是黑萊 趕快要囤大量的戰船出來 才能反擊回去喔 那對手這邊喔 並沒有投資太多的這個戰船喔 只有投資兩隻燒火蒙頭 把對方的魚船燒光之後 就沒再出了 這邊是想要騙黑萊這邊 多出點戰船喔 去反擊 那這邊也很明知道 黑萊這邊取消了自己的戰船喔 然後去升級自己的魚船 這個非常的明智 OK開始出魚船 他可能知道對手不會再繼續出戰船了 這邊已經開始在出碼頭 魚船開始在出了 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黑萊這邊的話六個黃金 應該就是六人挖進就夠了 可能甚至可以調配一下經濟喔 甚至可以直接把四個人 直接去吃鹿肉都可以喔 趕快拼到城堡時代喔 比較重要喔 現在黃金並不是那麼主要的一個東西喔 因為接下來對方都不會出兵 你的黃金喔 也只是放在那邊擺設喔 除非你下四級喔 下四級的話 經濟調配一下喔 把這個經濟化成這個肉啊 後來趕快升到城堡時代才是重點 好那高敏這邊的一個策略喔 非常完美 現在時代上有點優勢喔 而且這邊沒有維加喔 你看這邊維加跟不維加的經濟差距喔 其實蠻大的喔 你看這個資源量很充足喔 但你看有維加的這個感覺喔 就是比較爛了一點 這個經濟上 那這樣地圖喔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想成是有河道的阿拉伯來打就可以了 好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跟阿拉伯不太一樣的地方是黃金的野金喔 是稍微多一點點的喔 感覺上是有多一些些的 所以打到後期喔 黃金量其實蠻足夠的 如果你野金都有吃到的話 那這個經濟其實都有點蠻偏遠的喔 好 那接下來 先上到城堡時代的是高免人 高免人這邊呢 我們剛剛沒有講到嘛 高免人的話他的特殊能力喔 就是村民可以進房子裡喔 那一些團戰地圖來說的時候是非常好用的喔 再來就是他的農田呢 有這個異次元農田喔 村民不用走到TC喔 不用走到那個城市中心放漏或是模仿 直接在田地裡面喔 就可以採收食物喔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食物量一直慢慢往上跳喔 那再來就是 高免人的大象喔 移動速度特別快 再加上他的銀貫這個象牙劍喔 攻擊又可以再加三攻 所以高免的大象後期也是非常強大的存在 那通常後期會打這個肉馬加大象喔 或者是直接打這個強弩喔 都可以考慮一下 但他的強弩有個弱點喔 就是沒有這個拇指環 就跟微精人的強弩差不多 但現在微精人現在有補這個 微精狂陣勢幫喔 所以攻擊會多一個喔 所以高免人的強弩喔 並沒有那麼需要出的感覺 那還是比較建議喔 走這個肉馬加大象路線喔 會比較適合高免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可以再出弩炮喔 甚至出這個弩炮象都可以 但這次弩炮象的改版喔 有被改動了一點東西喔 就是他弩炮象呢 有吃到這個波西米亞的 這個胡斯派戰車的這個裝甲的能力喔 所以就變成說呢 胡斯派戰車這個效果 靠用在這個弩炮象身上的時候 他會多吃到投石車的傷害喔 所以弩炮象被投石車砸到非常非常痛 所以弩炮象感覺現在的 算是什麼 算是弩點喔 就多了一個啦 所以沒有像以前那麼的誇張強 但是也不太確定啦 就是因為你就算增加這個 投石傷害對弩炮來說 但是弩炮象對打其他單位來說 還是蠻好用的 並不會太差 好那高免隊已經上到了城堡實戰 前線直接蓋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那黑拉這邊果不其啦 直接鬆碼頭去點這個戰船 要來直接開 開稿魚船 然後這邊有兩艘紅紅在做防守 好這邊就是我說的 想要去偷稿 結果會遇到狼的事情出現了 哈哈 果然黑拉也會遇到 有練過這張圖的人 一定想法跟我差不多吧 這位就是很幹 好這邊想要隔離狼 然後做決鬥嗎 然後想要上高地繁大 大好像快被咬死了 想把狼圍起來 哈哈哈哈 居然圍起來啦 黑拉算你很啊 這隻村民就這樣活了下來 是3滴啊 哇這個再被咬了一下就死了吧 喔還 喔兩下兩下 我跟你講他是三個喔 那村民有離異防的關係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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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黑拉 黑拉 黑拉放棄了 結果還是繞過來咬了 這個狼真的是 窮追不捨 好 那這邊中間已經被打出一個洞來了 這邊直接強行隔離 然後收村 後面下修道院 這邊下一個城市中心 後面可以再考慮補一個BK喔 共同期製造所 稍微反擊一下 好這邊是出一台奴炮 哇這邊高敏打得非常的強勢喔 好戰船出來 但是戰船還沒有三級好喔 戰船可以稍微控一下 點射 二級射也要點好了 好 前面下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是不是能蓋得起來嗎 感覺有點偏困難喔 這邊想要砸這邊蓋的村民喔 所以這邊頭子車在移動 好應該是燒不到 這個有點困了 這邊想要堵住對手的去路嗎 太狠了沒有堵住 結果騎士跑過來追 哇村民在瘦村一下 OK後面村民在繼續著想 騎士快要死了 因為騎士沒有防禦力喔 一防都沒有點 因為這邊高敏士3TC開打 好這邊用招到騎士 直接反打了回去 非常的漂亮 頭車只剩下一點點血量 但是沒有先打殘血的 也稍微有點可惜喔 OK直接砸掉自己的頭車 那一隻一寫著騎士還能做事嗎 還是要拉回去補下血呢 三旅應該要趕快出了 但這邊沒有打算要出三旅喔 因為他覺得 跟達羅皮圖沒有騎士的關係喔 出三旅會很虧喔 好這邊轉幾隻輕騎兵 想要裝老頭 但是老頭都在TC底下 其實不好抓 因為可以即時的收村 跟收老頭都沒問題的 好放出來再繼續招翔 好這邊補下一個軍營 這個軍營是 遠遠沒有前置軍事建築物的關係喔 不管出騎士 他沒有騎士 出工兵啊還是 馬舟單位喔 都是需要千安均勻的 好那黑拉這邊海戰喔 似乎是打贏了 直接清場 把對方的 對方的河道給清起來了 哇現在雙河道都贏 黑拉這邊有強大的 海上優勢喔 魚類支援喔 爽吃就是爽 自己田可以撒的不用太多也沒關係喔 反正有魚船喔 可以一直魚捕這些撒西米回來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高敏這邊其實也是喔 即使海上的數位也沒差 反正他種農田本來就比較快了 所以而且他的優勢是想種哪就種哪 不用蓋模仿 反正肉我不用放回去 我就一直種一直爽 這個雪地就是我天然的儲存箱的冰箱 把所有種好的東西 都到這個雪地裡 就沒什麼問題了 高敏非常適合這個畫面 比較合理喔 不然高敏每次在阿拉伯種田 都不會死亡腐敗 也是蠻不可思議的 在雪地裡就蠻符合的 好那WP圖這邊已經點下輪軸 但是黑拉的一個 慣性喔 就是他不點一級農 覺得這個一級農不點 只多75肉 沒多多少 大家如果你看 10片田起跳的話 就少了700多肉了 那你少了這700多肉 還要再灑第二輪田喔 這個還是稍微有點差的 我還是不建議喔 各位觀眾 去學黑拉這樣打 我們還是比較建議 大家去學VIP 點這個二級農二級木 正常點下去喔 經濟就會好 經濟好的話 兵就自然多嘛 好 那高明這邊點下了二級農 OK 這個打法有點像偏Viber的 好那二級農點下之後 這個肉量就很誇張囉 現在黑拉只有175肉 我們看這個心田有多少肉 高達375肉 175加375 哇差了200肉阿 幾乎是差了一倍的肉量 所以阿這個一級農跟二級農到底要不要省喔 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不該省的啦 你看175跟 175差200肉 比一倍的肉量阿 各位兄弟 太扯了 那黑拉你看 黑拉這邊灑一大片田 然後一級農還是沒有點 這樣就很可惜了 真的會很可惜 我覺得黑拉可以再把經濟搞好一點的話 他真的是 很有可能的喔 可以穩穩的贏過黑拉 喔 穩穩的贏過的Viber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因為他是一個手術有道的一個玩家 那他的經濟配置可能會比較 嚴苛一點 看起來比較沒那麼有優勢阿 偷車過來找一下 想要利用這個最遠射程 快要把這些戰神炸到殘血 唉唷 還是找到了 想要這邊來偷拆碼頭 或者是偷拆自己 偷拆魚船有可能嗎 這邊偷射一下馬舊單位 兩邊都有點偏喔 但DS高明這邊已經點一下帝王時代 但這邊沒有蓋城堡的關係喔 所以上帝王時代可能城堡還沒有好 那城堡位置可能會差這個地方 但是他現在沒有強軍事的關係 所以城堡可能只能蓋家裡前線的位置喔 甚至更保守一點位置中間這裡喔 因為這邊你要蓋城堡可能會有點困難 對手已經壓出來了 對手已經壓出來了 對手這邊已經開始給壓力了 好 接下來我們打樹一下 看一下黑亞跟高明會怎麼打 好 打入黑圖這邊點一下 護衛技術跟靈甲 增加一下步兵的防衛率跟跑速 那高明這邊是決定要來打攻兵路線喔 看來是要打強奴的想法 但強奴的問題喔 就是沒有這個拇指環稍微弱了一點 但現在奴兵喔 確實對城堡兵跟死老頭都有不錯的強度在 好 那黑亞這邊很硬的 直接把蜘蛛拆在人家的門口 這樣子TC已經可以拆掉一座 那如果高明沒辦法把這塊PC守住的話 就很麻煩了 因為他將會失去兩塊金礦區喔 所以基本上這個畫面是死守地區喔 一定要守下喔 這裡沒守下可能就量掉了 好 隊友時代意義好 巨頭趕快先按兩台 其實這邊高明還有另外選擇喔 把這些田全部低掉 然後直接在這邊城堡再蓋一個位置 可能要蓋這個位置 為什麼要蓋這個位置是因為雙寶 雙寶防守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巨頭時間出來也比較早 好 那黑亞這邊喔 上帝用死蛋可能要趕快點一下這個化學喔 直接趕快出化學的火炮出來打會比較好 現在這邊直接出巨頭打可能會有點為死以往 甚至會被反殺 好 巨頭架了起來 那高明這邊就比較尷尬了 因為是沒有火炮的 這個文明 所以他在這個局勢之中 黑亞是有一個主動權在的 好 這邊想要再繼續插寶 結果是插下面這個位置 黑亞這邊應該是有看到 OK 直接把地板敲下去 這時候附落了 光明過來想要阻止村民 好 這邊是先點下真兵技術 看起來是要放棄這座城堡了 好 化學補下 好 點下三級射 欸 沒想到黑亞這邊是要走相公路線嗎 好 走戰毛兵 好 戰毛兵好像也可以喔 好 河道優勢繼續拿著 受量依舊很足夠 這邊點下了戰毛兵 四射箭場 但家裡附近有個城堡會蠻難受的 要出兵啊 防守 不進攻都有點尷尬 這邊 可能還是在等火炮 火炮好了之後才會去出兵打 好 那高明這邊點下了強奴跟彈道學 那很順利的 把自己家裡的金光給守住了 這邊轉移壓力轉移的蠻漂亮的 這根城堡確實很關鍵 好 這邊童子走進來 可是要直接撞中間的TC啊 可是要直接撞中間的TC啊 好 那WP圖現在打對手有極大的優勢喔 因為自己的戰毛兵有的攻速加成25%能力 好 高明這邊三防也下了 衝車很強 但是高明還沒有趕快點衝車升9 還是一般的裝甲衝車而已 趕快升行大衝車 重型裝甲 好 這邊長長兵想要偷搓 然後突破直接被弩兵射成白癡 好 這邊同仗要來直接硬撞TC Hera會拉村民直接去開拋嗎 好 中間的巨型頭C也開始在拆軸的建築物了 火砲終於出來了 終於可以反擊這些工程器單位了 哇 這個巨頭有點準啊 直接砸到了火砲 火砲直接掃了一門 好 家裡的青蔥還是沒有解掉 Hera Hera有注意到嗎 4加TC剩下68D 可能要來不及了 哎呀 TC最後還是被打爆了 來所以來不及 但火砲這邊可以明顯壓制到高明了 好 外面的4個射箭場 也是要直接被收光了 這邊射個一村之後 直接往後退 因為正面的戰寶兵來了 現在高明這樣打的話 一定要出大肉碼 肉碼的話打這些戰寶兵非常好用 所以自己的肉量本身就是多 但是高明並沒有把太多的資源 放在肉的身上 這邊的資源還是蠻均衡的 好 阿羅馬一好 準備要來開打了嗎 三房要點下 殘忍會有殺傷力 現在高明這邊肉是有點不太夠的 可能要趕快補洩農田 補一下補一下 然後三級農再考慮點一下 這個感覺是要來打大後期了 好 自己化學補一下 可以增加強弩的傷傷力 好 結果點下拇指還的是 達洛P2 OK 火砲順利拆掉了城堡 這邊村民只能先行撤退 那高明這邊真的很難打 現在出大象的話又會被擊兵給戳爆 出弩兵也是被戰毛給打爆 這邊出肉滿的話 只能稍微擋下後面的戰毛兵 那我覺得最好的辦法 是出這個 奴炮象 可是好像也沒有非常好 因為主要是因為對手火砲 出弩炮也不太對 雖然高明所有的兵手 基本上是被counter住的狀況 這邊其實只能秀操作 奴炮也會被火砲給counter 這邊只能出肉碼吧 肉碼加少量的奴炮象或大象 去前面點 後面轉出戰毛兵 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 這樣打戰毛兵配肉碼好像可以 但肉一定要夠多 這邊村民一定要趕快轉 轉出肉量來 這邊點下三級農 很早就點下三級農 這個時間點點就還可以 那如果是點下三級農的走向的話 應該就是要來打非常大後期 然後打一個蠢農的 就是全部農肉類 然後大會出戰毛跟肉碼 的一個單純打法 好這邊肉碼在後方 直接被擊兵出了白癡 這些火砲直接變成殘血 但火砲出量越來越多了 很麻煩喔 火砲想要預判位置 結果一個都沒看到 好這邊強奴想要來點一點火砲 可以點掉一台 好高明點下二攻 黑拉這邊繼續使用垃圾兵戰術 毛兵擊兵 這個總來 好這邊有一坨攻兵直接偷殺 這邊的村民 那感覺現在村民不是非常重要 現在重要是 Biper 不是Biper 黑拉到底要怎麼把火砲繼續往前送 那高明這邊是要去思考 這一坨兵到底要怎麼解 雖然高明這一坨要解也不容易喔 畢竟自己有中頭 這邊出中頭 後奴炮其實是可以考慮嘗試的 但是只要火砲在出現的時候 基本上工程器就不能出來露面了 已經會被換掉了 所以這邊盡可能只能用落馬或垃圾兵去交換 甚至出一點爐兵喔 就差不多了 高明真的只能這樣打 所以我一直可不太喜歡玩高明啦 高明也沒事打騎士喔 打到後期也是很容易輸喔 好這邊直接稍微反打 但是並沒有任何太多的成果 火砲只剩一台 稍微可以擋不住 好兩邊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點下三攻 好兩邊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點下三攻 再繼續給壓力喔 這兩邊打得有點濃啊 黑塔這邊的進攻算是比較正常 你有看到這場使用多線原因 是因為黑塔這邊喔 沒有馬可以用喔 所以只能用撲兵加攻兵喔 直接前壓對手 那加了需要防守的話 直接派一些擊兵喔 跟自己的戰毛兵喔 去打就好 戰毛兵就往前喔 那家裡用擊兵手也是可以的 好 專輯的板甲機出一點下 高明這裡竟然是要來打步兵嗎 不是吧 在升裝甲步兵了 步兵的話很慘喔 沒有三防之外喔 他也不能升到劍兵勇士阿 高明的步兵現在是偏爛的阿 而且也沒有軟甲耶 哇 高明這樣要怎麼打 好 果然還是用洛瑪繞進去 依舊想要在後面把火炮給抓掉 但火炮這邊也只是損失少量幾門的數量而已 洛瑪直接在後方處理掉 但吉兵也是跟上 好 雙手劍兵中的製造好 現在均勻開始狂殘 雙手劍兵 吸均勻直接爆殘 黃金其實也不太多了 下面這塊野精他並沒有發現到 像在踩這一塊 好兩邊就滿兩百人口 再來把這些戰船全部滴掉 全部打落地了 前壓 可以啦這邊繼續出了自己的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都出來 而且大陸P2的劍兵勇士是有軟甲的喔 胖劍死能力非常好 好等一下烏之鋼科技 可以無視對方的裝甲直接戳爆對手 哇哇哇 吉兵打 雙手劍兵好痛 世界奇觀這個畫面 好兩邊兵力輸得差不多 好下方這巨頭想要偷塞直接被解了 好雙手劍兵 依舊無法擋住對手進攻 好果然海照展出重型奴炮嗎 當然重型奴炮火炮依舊是個問題喔 好可以來期待一下高敏的奴炮了 那黃金益可能要繼續去多挖一點 這邊黃金益很明顯是不夠的 哇黑亞到這個時候還在補TC欸我的天 好五隻鋼劍兵我是 攻擊力13加4遠防6近防4 又硬又痛又可以破防 太神啦 好那高敏典下雙奴劍要來串燒開始了 一次射兩發 Double傷害 等一下我來看一下這個串燒非常的漂亮喔 可不可以串到底東西呢 但我覺得還是劣勢啦 最近火炮還是比 奴炮更強一點 好看一下串燒 哇直接串這個窄口嗎 其實效果還不錯喔 後方的火炮可能要先來秀操作 唉唷直接秀這兩台 哇這個火炮相當精銳 哇又一台 果然火炮就是爽吃奴炮的份 好這邊直接正面開始串燒 直接開打了起來 這邊秀操作 但感覺沒法秀他再多 用進這個窄口 奴炮可以輸出犯作傷害 好這邊拿了少量的肉碼去破防 想要抓掉火炮 但是依舊沒抓掉 奴炮慢慢推了過來 這邊補上更多的疾兵跟裝甲步兵 補裝甲 補下更多疾兵而已 好 奴炮這邊直接壓得過來 小木園這邊 可能沒救了 唉呀唉呀呀 有點難打 好後方經濟依舊 控得死死的 完全沒事 文盪盪 高敏這邊人口數 反而是掉了剩下160 還有是人口沒有補滿 經濟有點差 這邊肉類還有2000多肉 這邊直接買賣 摸賣了一堆黃金 黃金跟肉類依舊很充足 那對方奴炮感覺越來越多 自己的火炮還是要繼續出 好 好 高敏也倒到下方金炮 那看來可以再打一下下 哇 兩倍奴炮看起來就是舒服 這個串燒 好 好 奴炮直接被已經拆掉了一台 火炮帶來一發 唉唷 直接砸中了三台 哇 這個火炮非常漂亮 基本上把高敏的奴炮全部砸爛了 只剩下一台 然後劇本呢 後面有這個少量的擊兵 跟劍兵友士在後面偷砍村民 這邊高敏打出了GG 哇 高敏出了261隻肉馬 黑拉這邊出了230隻擊兵 哇 這個很難的耶 可以看到奴炮像 不是奴炮像 看到這個雙重奴炮 對上步兵的畫面 而且這邊步兵還是有烏茲鋼的 哇 果然 達洛P2這個文明有火炮之後 勝率有明顯提升 果然是因為有火炮的原因 有火炮之後戰術就比較彈性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沒問題的話 應該也是黑拉稍微小贏一點點 因為黑拉這邊經濟沒有被弄到太多 那當然肉量還是輸太多 因為高敏有一次元農田的加成 所以肉類獲取量是快一點的 雖然大洛P2這邊拿下了海域的優勢 但由於捕魚沒有加速的關係 其實經濟還是差不多 那到了後期 高敏這邊只能出肉嘛 不然這個步兵去打 絕對是會打出大洛P2的 跑出強弩的話 也沒有這個拇指環 打起來到後面也是綁手綁腳 那看起來高敏這邊的文明 我覺得可能要再強化一點點吧 給個火炮之類的 保護一下自己的奴炮之類的 那我覺得也不太可能 因為畢竟這個高敏的勝率一直都不低 也沒到非常差也沒到非常高 就普通通 如果再給他的話 可能變不平衡 不平衡的話又要去調整 可能他們也不會去做這個改動吧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各位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